88分 最后三个有效分 9.0 9.5 9.0 最后得分呢 78.40分 这样的话呢 陈雨昕 17.85分的成绩 拿到了金牌 跟全航船之间的差距呢 也是非常的微小 两名中国队的运动员呢 在新的奥运周期当中 都经历了生长期 所带来的考验 在整个教练团队的帮助之下 无论是陈雨昕还是群红禅 在本届世锦赛当中 都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状态 虽然说呢 大规模的选拔赛 但是呢 在队内的比赛当中 两位运动员呢 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这两位运动员的备战 应该说还是非常的 系统呢 以微弱的优势啊 战胜了全航船 147.25 对全航船 146点多 对全航船 147点多 对全航船 147点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